只插十四歲少女,非禮犯是鄰居 慘了非禮的十四歲少女V,一度想過自殺 又抗拒回到案發的青衣村住所 留冤期間,竟在公共和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後才肯回去住 案發在今年5月11日,被告和V住在同一條村 趁機會跟著他尾,入了屋 被告拉高他的衣服,硬碰他的胸 又將他推落地,伸手入庫,只插下體 結果V的父親回到家,立即報警 拉了當時還在屋內的被告 32歲的被告吳偉漢做過廚工,有吸冰毒的習慣 去年試過在同一條村,非禮32歲女子 觀看四個月,今年3月才出來 怎知兩個月後再次犯案,原本被控企圖強姦的他 昨天在高等法院承認非禮罪 法官等他的背景和心理報告,今個月30日歡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